今天这一期比较轻松 谈不上推荐 就是一期简单的摊店视频 我们今天去到这家店 是坐落在Fremont的松满汤包 店的门口有一个很可爱的包子公仔 店铺不大 主打台湾风味 我们先点了两笼小笼包 一包是蟹粉小笼 一包是丝瓜虾仁小笼 都不知道是谁点的丝瓜小笼 反正我是小小的脑袋里有大大的问号 我先来尝尝蟹粉小笼 他们家的小笼包皮有点厚 汤包的话我可能更喜欢阿拉上海家的 但是但是 他们家这个丝瓜虾仁的小笼包 竟然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对 也不知道是本身丝瓜汤包就好吃还是怎样 我可能以后去汤包店 都会看一眼有没有丝瓜小笼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是 他们家的老皮嫩豆腐 里面是那种滑豆腐 特别鲜嫩 炸过之后 配上酱汁 它的酱汁有点像章鱼小丸子的酱汁 偏甜口 它好吃到一上来就渺眉 所以我们就又点了一碗 这是一份芝麻豆沙饼 虽然有点其貌不扬 但是吃起来贼上头 饼非常薄 中间夹了豆沙馅 我小时候喜欢一切跟红豆沙相关的东西 豆沙包子 豆沙月饼 豆沙粽子 接下来这是我点的了 酸白菜肉丝粉 里面有很多粉丝 这一锅虽然看上去有点清汤刮水 但这一锅汤有点戳中我的口味 一般由于有酸菜的原因 汤会特别酸 我很少能一直喝 但是因为它很稀 所以我喝了好几碗 属于清淡式的酸菜白肉汤了 这个是苏杭东坡肉 看上去油光正亮的 用荷叶包夹着吃 肥而不腻 我之前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 是一个上海同学的妈妈煮的 我虽然已经想不起是什么味道了吧 但是上海妈妈真的牛 楚雀乌山不是云 之后再吃什么红烧肉都没有那次香 好啦 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